現在最快4月才有機會可以開晚食堂 所以有不少餐廳都推出優惠 例如金鐘這間五星級酒店 中菜廳拿過米芝蓮一星 平時來喝茶價錢都不便宜 但他們最近推出了一個優惠 388元起就可以吃到四款點心 價錢還可以包上糖水和茶錢 人均計200元左右就有交易 這幾款點心是今月庭最受歡迎的點心 所以放在這次的布帽裏 蝦餃我們全都用新鮮蝦 不像坊間那些用冰鮮蝦 我們全都會用十三折左的做法 用金箔會更好看 還有這個黑松露帶子餃 我們用新鮮蝦帶子和黑松露醬做成餡 每天都是新鮮包和限量發售 而且都是相當受歡迎的東西 喝茶當然少不了熱辣的蒸包 這裏的叉燒包亦和外面有不同的做法 餡料除了是自家醃製的出爐叉燒之外 還會加入梅菜 吃的時候更加有咬口 這個芋蓉包 我用新鮮芋頭和椰汁 去叉成餡和皮 外面就未必會油 還有會香些 還有還要留心 最後還可以吃糖水 杏仁茶用傳統的方法煮製 香味特別濃郁 冬天吃就最滋補了 如果有興趣試試貴價點心 不妨趁這個機會去吧 AN730的讀者好 我們是MIRRORER 祝大家新年快樂 MIRRORER TECK